三位美国会参议员刚结束参访台湾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7日在回应美议员质询时便透露 拜登政府将坚持台湾地区必须拥有所谓自卫手段的主张 为此美国将继续提供重大装备并对台湾地区销售 布林肯做出相关表态的同时 2021年所谓美台房屋产业论坛7日正在线上举行 美国与台湾方面的与会人士 共同讨论了军工产业供应链的合作议题 前美国助理房长薛瑞福发表了主旨演讲 论坛的美方主办方所谓美台商会会长韩如伯表示 今年夏天会看到一些美国对台军售 有些项目已经进入最后通知美国国会之前的最后30天窗口期 台湾大议当前美台军事勾连却在不断升级 近日美国参议员搭乘军机窜访台湾地区引发外媒炒作 而美国媒体在分析所谓美台关系走势的文章中 出现了一张台立法机构质询会议 展示所谓未来对美军购项目的照片 有记者查阅资料发现 这张图片早在2017年就曾经在外媒报道中出现过 时至今日 台湾方面希望采购的这六种装备 有的已经列装部队 比如说佩里级护卫舰 早在2017年就已经交付 2018年正式成军 有的已有采购计划 比如MH-60R MH-53直升机 M1A1主战坦克等 有的很可能是遭到了拒绝 比如伯克级驱逐舰和F-35B战斗机 台军方人士坦诚 这些多是美方的二手装备和二线装备 不过对于这些破铜烂铁 台湾却是若珍宝 这些F-16CD也好 F-15 F-A-10 我们到时候可以买来 我们可以买来用 F-15我们没有 这非常好的飞机 可以飞到音速的3.2倍 比子弹还快 那这个可以买来 我们买一个新的F-15 你如果去买的话 可以买5架 1比5 那好 你买10架 那可以买50架 你只要翻修就可以 它都忘了翻修好